欢迎收听神中科 考法主耶稣 今天是6月6日 题目是 穷人的存在考验我们的品格 你在田间收割装甲 若亡下一群 不可回去再取 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 这样耶和华里上帝 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 赐福与你 生命纪24章19节 我看到上帝的美意 是要让孤儿 寡妇 万人 龙子 侨子 以及各样受苦的人 带到教会的亲密团契之中 这样可以考验他的子民 培养他们的真品格 上帝的使者 正是观看我们如何对待那些 需要我们同情 爱心和无私帮助的人 这是上帝对我们品格的考验 如果我们有圣经的真信仰 觉得在弟兄身上欠基督爱心 仁慈和关怀的债 我们就会深深感关怀 和无私感爱我们的弟兄 和不如我们幸运的人 用此来表达我们感谢上帝 以不可策度的爱 对待我们这些本来不配领受他恩典的罪人 上帝律法的两大原则 就是以爱上帝为至上 并且无私感爱我们的论寺 前四条和后六条戒命 本是源自于这两条原则 基督曾经用一个示例 向那个律法师解释了 谁是他论寺的问题 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 落在强盗手中 他们剥夺了他的衣服 将他打到半死 就劈他走了 一个祭司和一个利美人 先后来到这里 见到这个人受的痛苦 但是他们的心 没有同情的苦难 而是从旁边走开了 避开了他 但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 从这条路径看到 这个陌生人需要帮助 不管他是不是亲戚 也不管他是哪一国的人 信奉什么宗教 就去帮助这个受害者 因为他需要帮助 撒玛利亚人尽己所能感 减轻这个人的痛苦 扶他骑上自己的身口 带他到店里 用自己的钱支付他的需要 基督说 这个撒玛利亚人 就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之人的轮舍 祭司和利美人代表了教会的一群人 他们对那些需要他们同情 同说明的人表现出冷漠 这一等人 虽然在教会中身居高位 他是违背戒命的人 那个撒玛利亚人 代表一群真心 和基督同工帮助人的人 他们在善事上 效法基督的榜样 今天的内文讲到这里 请大家明天再收听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